所以与其我们花很多钱去做美容啦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在我们身体我们需要大概九小时的时间 才能排除这个咖啡因 长期失眠的Jasper和亦凡 日常生活分秒忙碌 沉昏颠倒 搞到睡眠品质越来越差 不知如何是好 陈显能医生毕业于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 拥有15年的临床经验 是精神科医生 也是睡眠专家 营养师莫加利 持有饮食治疗学荣誉学士学位 是新加坡营养与饮食协会成员 也是马来西亚饮食治疗师协会成员 饮食对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那Jasper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呢 我们先来马上去看 收工 耶 吃晚餐 哇 凌晨三点才吃晚餐 你的宵夜不过是我的晚餐 OK 来 介绍你这个 Kito diet 我最喜欢的 Gickenchop脑汁的 这西瓜谁一吃 西瓜 西瓜他的 可乐呢 可乐他的 只喝牛奶 嗯 嗯 嗯 真爽 要不要 哎 妈要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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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完啊 Jasper工作到凌晨才来吃晚餐 这种生活饮食习惯将对身体带来哪些危害 哎 哎 Jasper 你凌晨吃鸡汁 然后还有可乐咧 很OK啊 可乐不是我喝的 你确定 天啊 我在减肥 你在讲什么 呃 你要喝汤吗你 呃 可能不太看得出 没有 医生 你看 她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 可能我们不要从那个鸡汁汁讲起吧 我们从可乐讲起 好吗 真的不是我喝的 OK Ren 你至少喝一口两口吧 没有 我没有喝到 为什么不要以我讲我喝的 我们在看可乐的脸 我们在这个节目是很冷笑 我没有 你不要让我讲骗话 好 但是我也需要说一下 就是因为可乐有很高的咖啡因嘛 这些咖啡因其实会 可以延迟你那个黑色素的那个排除 所以 咖啡多吗 一定多 哇 比咖啡还多 一定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在我们身体 我们需要大概9小时的那个时间 才能排除这个咖啡因 有项统计发现 每年喝超过60杯咖啡的人 松果腺的体积 比喝60杯以下的人 小百分之二十 可能影响他们晚年的睡眠品质 是 是 最近有一个朋友介绍 他讲说你要减肥的话 如果你懒惰运动 你就可以吃Keto diet 所以你吃Chicken Chop 因为它是肉 所谓Keto diet 就是观众朋友 我也是一个饮食专家 所谓Keto diet 就是你没有淀粉 那所谓淀粉就是饭啊 面啊 还有什么 面包 都不可以吃 那我们就是要吃高热量的食物 比如说肥肉啦 油啦 肉啦 菜啊 就是这样 然后甜的东西 比如可乐 不可以喝 还有水果也不可以吃 可是这样子真的有比较好吗 Kaleb 其实我觉得Jasper 他没有在吃这个Keto diet 生通饮食 他没有啊 天啊 你们close out他的笑容 他一直在讽刺我 他在笑 直接被否定 你从哪里看得出 他没有在吃Keto 那个Chicken Chop的酱料啊 你的Coslaw的酱料 已经有糖分了 还有蔬菜喔 其实蔬菜 一些蔬菜呢 它含有较高的淀粉质的 所以菜你也是不能够吃的 所以你只是吃一个 低热量的食物 你不是在吃一个 你看他还很骄傲的 各位观众 我也是什么 饮食专家 马上被推翻 那个Keto diet 在没有专业的那个咨询 跟支持之下呢 是很难很难实现的 因为呢 你那个碳水化物 我只可以吃大概15克 15克的话 也包括你的那个酱料 包括那些蔬菜 等等 你应该跟所有的观众 道个歉 我要深重地向各位观众道歉 是我不好 对不起 是 那么在草本的途径呢 就有好几种的这个草药 或者是花呢 可以帮助我们睡眠的 第一呢就是叫香蜂草 lemon balm 香蜂草呢 它的那个叶子 跟它的那个精油呢 都会有丰富的这个青肉桂酸 还有呢也会有这个 迷迭香酸的 所以这些香精呢 这些植物的提取物 都会帮助我们 舒畅我们的心情啊 或者是松弛我们的这个 这个脑部的神经 帮助我们睡睡眠的 然后呢下一个 也是一个蛮出名的 就是羊柑橘 Camomel 羊柑呢它就有这个芹菜树 芹菜树 然后呢它吃进了我们的人体里面呢 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 产生这个叫gaba 也是帮助我们松弛我们的情绪 帮助我们入眠的 然后呢最后就是群衣草 群衣草的这个香精油呢 可以帮助我们舒畅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减低我们的压力 帮助我们入眠 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买到呢 香蜂草也是买得到 你去一些花圃呢都买得到 但是也需要提及一点喔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身体 都可以适合用这些草本的途径 来帮助睡眠 所以呢也是需要咨询医生 或者是营养师 或者是药剂师 对那今天呢我就会 向大家介绍一个美味 简单又快速的安眠奶昔 食材也是很简单的 第一呢我们有这个 已经被加热的温热的牛奶 这个牛奶呢会有这个色胺酸 然后呢我们有第二个食材呢 就是杏仁 杏仁呢它有丰富的酶 它有丰富的这个色胺酸 可以帮助我们松弛我们的情绪 然后呢它的健康的油脂 还有维生素E呢 也是有养颜的功效的 然后呢这个第三个 重要的食材呢 就是香蜂草 Lemon Bum 它是这个薄荷的净青 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百香果 百香果呢有丰富的维生素C 而且它也有这个 Gamma-氨基丁酸 也就是我们叫GABA GABA呢是一个这个神经的地物喔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那个神经系统松弛 也帮助促进睡眠的 还有最后的一个食材呢 就是香蕉 香蕉呢也是有这个 丰富的这个 这个色胺酸Tryptophan 而且它也是有丰富的酶 可以帮助松弛我们的身体 帮助我们减压入眠 温热的牛奶喔 我们就这样子倒进去 杏仁 大概两个汤匙 香蜂草我们可以选 有点比较大片的叶子 香蕉 好搅一下就可以了 那百香果呢 百香果是用来白色的 给这个奶昔呢 会有一些淡淡的柠檬的味道 还有呢也有薄荷的味道 但是其实是来自这个香蜂草的 看老师想问你要是假设 平时我不喝奶的话 可以不可以其他东西代替呢 你可以用豆奶来代替 因为豆奶也是有丰富的蛋白质 色胺酸跟酶 那就好了 OK 豆奶 哇 其实我要加一点是说 其实你在咬间 这个咬的动作 其实会帮一个人 舒缓那个精神 反而越咬越好睡 对对 这道安眠奶昔 集合了多种助眠的食材 杏仁和香蕉的口感 加上香蜂草和百香果的味道 帮助失眠患者舒缓情绪 提高睡眠品质 所以你看 其实这个失眠是有救的 只要你能够调整你的生活 饮食还有睡眠习惯 然后确保你的这个睡眠环境 是非常舒服的 就OK了嘛 对不对 所以要继续看我们的外部健康 因为外部健康 让你找回健康 私心裂肺 私心裂肺 明明就是胃 为什么你要把心跟肺也扯进来 我有穿 穿这么少 然后要开冷气 可是新加坡天气 就一定要开冷气 难道你不开吗 外号小杨成林的罗毅己 多才多艺 和年轻有为的李嘉欣 两人的共同点就是经常胃痛 有些是瘾痛 有些是脚痛 有些是所谓的刺痛 这个事是要辩证的看 不一定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 都这样 看外部健康 帮你找回健康 了 好 好 唐